这个学霸突然疯了 在一场其中考试中 后桌同学好心帮他打文字 他竟然瞬间疯癫起来 开始掌过此的巴掌 周围同学都吓了一跳 学霸中邪了吗 老师也被吓了一跳 你怎么了 只见学霸 毕竟听不见周围的声音 只会不断地扇巴掌 他手上的速度越抽越快 抽打的力量越来越重 右白门脸越来越红 接着学霸双眼发昏 试卷上的字开始变得模糊 一股恶心感袭来 他迅速冲向厕所 狂吐 又赶紧洗了一把脸 跌跌撞撞地回到教室 这时 他稍微恢复了一点清醒 突然感觉到 脖子上有什么东西 学霸伸手一摸 竟摸到一片药贴 这学霸智商高达300 他立刻看出 这是迷幻药几天 会让人神经恍惚 恶心猴吐 身体变得头重脚轻 但是学霸呢 没有找后桌的麻烦 因为他知道 校霸才是主谋 学霸要让校霸付出代价 下面让伯恩给大家讲讲 学霸的反击 这个校霸 已经不止一次 用卑劣的手段 欺负学霸了 学霸名叫阎神 因为神品学兼优 每次考试都是第一 而校霸只能是第二 所以啊 这校霸嫉妒得要死 于是便要欺负神 平常不是用这臭拖鞋 猛砸神后背 就是在上体渔课前 偷走神的运动服 擦起屁股 随后再扔到垃圾中里 而这没穿运动服的神 被热气包裹了全身 导致这跑步动作 缓了你 于是被校霸的小弟嘲笑 就是凉胖 但是诗人也并不是软势子 用拖鞋杂 诗人也并不发火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喂 下次注意点 这便让校霸顿时炸了毛 从来没人敢跟他这么说话 至于说校霸偷走了运动服 诗人直接单枪匹马上门药 就算惹得校霸小弟 掐的脖子掐的窒息 也绝对不服软 这校霸屡屡战败受挫 就是把诗人拽下年级第一的宝座 只见校霸是拜托自己的堂哥长发 搞来了几盒芬太尼 而这个药就是妥妥的微镜品 套严重了止换作用 他绝对能让诗人 在模拟考试当天考得一塌糊涂 但是校霸不能亲自动手 否则这一旦被发现 就会被勒令退学 于是他等来一个机会 一个名叫吴范水的转学生 突然转去到了班里 校霸调查他的过往 发现 这范水在之前的学校 被不良少年霸凌 所以才版图转学 于是这校霸是威逼恐吓范水 要想不被同学们知道你的过往 就把这个药片贴在诗人的脖子上 范水不想往事重现 只能选择答应校霸 于是范水紧张地回到座位 在校霸的催促之下 用一把药片拍在了诗人的脖子上 诗人一脸不爽地扭头看脸范水 脸上写着 你最好有事 范水慌张解释道 你的脖子上有蚊子 我帮你拍掉了 诗人也并没有怀疑 而是立刻进入了考试状态 但是却突然头冒冷汗 双眼发昏 反味恶心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诗人知道这正是校霸的报复 但是他现在没时间算账 只能是赶紧考试 而考试结束后 一名同学来到讲台 公布了试卷答案 诗人每做到一题 就会缓一个圆 直到他听到了一个 与自己答案不一样的答案 这下诗人是彻底怒了 他抱出来的桌子 自己从来没做过错题 这无疑触怒的谈逆灵 诗人拿着圆珠笔 向校霸三人组走去 而在这过程中 诗人脑海中浮现了 牛顿第二定律 物体加速度的大小 跟作用力成正比 跟物体的质量成反比 于是诗人拿起了一本书 利用书本的离心力 使校霸遭受了更大的冲击力 随即把圆珠笔 直接插进了校霸小弟的手背 冲突发生的太突然了 同学们都没反应过来 等到大家刚反应过来 这个诗人已经把校霸脑袋 死死地裹在窗帘 然后再次抄起书本 狠狠地砸向校霸 而此刻的诗人 已经是走偶不磨 他砸起了校霸 整整久久下 鲜血映射的窗帘 校霸也瞬间倒地 诗人居高临下地 看着校霸浑浑开口 我告诉过你 让你适可而止 可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 现在的诗人 依旧不打算放过校霸 准备一脚踹死他 可就在这会儿 诗人突然的眼睛飞 诗人抬头一看对风了 原来啊 这正是班里的客室大王 阿浩 这个阿浩可不简单啊 专业锦修过散打 诗人的武力值 跟他可不是一个处理 阿浩曾凭借一人之力 在十秒内 把高二的一群大哥大 打到爬都爬不起来呢 也是个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打架好手 而这次阿浩突然插手 并不是在帮小霸 而是不希望诗人 因为打架而背上处分 毁掉自己的前途 没想到诗人是压根不累秦呢 处分也好 会前途也罢 我今天就要弄死他 只见诗人突然暴急 抓起身边的笔带 瞅阿浩狠狠狠扔去 随即虚无不及掩耳之势 抄起把椅子 攻击了阿浩的门 阿浩很轻易地被掩护攻击 反手给了诗人一拳 诗人并不害怕 甚至除言讥讽阿浩 哼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只听话一落 诗人又抄起了凳子 而突然班主任出现 致死人诗人的暴行 阿浩是随即一遍 他告诉班主任 诶 别看我 我指着在全家 我可啥都没干 等到的时候 这校爸住进了医院 而校爸母亲是气急败坏的 辱骂诗人 就是个有骂声 没骂的畜生 要把诗人送进烧管所 但是我们的诗人 是根本不怕 他直接掏出了 分台的药片 表示 你不懂我教教你 这一篇药是违禁笔 就是你家儿子 教授同学 把药片贴在我的脖子上 所有人都记得 校爸是赶紧黄毛找博 你乱咬什么 你有证据吗 殊不知 诗人正等着这句话 只见诗人 倒出了校爸 书包里的分台鸟盒 书是书非 一切真相大白 校爸的母亲不敢吱声 任由自己被搬出来训斥 校爸再次栽了跟头 他的怒火 已经不能用愤怒来形容了 他从此发誓 要干掉诗人 等到第二天 这校爸手下的两名小弟 来找诗人算账 诗人是反客为主 把两名小弟带到厕所 主动锁上厕所门 然后掏出了圆珠笔 准备开始干账 这两名小弟是莫名有点慌啊 诶 不是我们找茬吗 诶 怎么我们反被震撤了呢 只见诗人慢慢朝两人走来 那个被扎过手背的小弟 紧紧盯着诗人手里的圆珠笔 顿时慌得不行啊 诗人把两人逼得退无可退 轻轻地开口警告 到此为止 不然就小心一点 等到诗人出来以后 同学们都把他坐在身边 好厉害啊 他竟然安然无恙地出来了 同学们都想跟诗人盘关起 但是啊 这诗人从前看不上他们 现在依旧看不上 诗人是冷着一张脸离开人群 而从此啊 这诗人在学校里成为了最强的存在 然而啊 这校霸却不知死活 花重景请他长发 在诗人放学之后 长发拦住了诗人去路 用力找过诗人 随即把诗人带走 而范氏看到这一幕 内心深受谴责啊 如果不是他帮校霸 诗人也不会惹混混 于是范氏赶紧找到阿浩 前去解救诗人 但是啊 这阿浩多少有点不情愿 喂 平手吧 大哥 请我打架是要钱的 但是呢 范氏就是个富二代啊 他当即出了重金 请阿浩出山帮忙 阿浩瞬间嬉笑起来啊 大意了范氏 而就着此刻 诗人被带到了一处偏僻地方 被长发堵在墙边 他发挥的学霸游士 立刻判断道 这长发左边的三个帮手 体格实力都很强 需要快速支付 而右边校方的俩若姬小弟 可以稍微等等再处理 正好身边的游戏桶花盆 就是他成熟的武器 但是啊 这要想顺利逃脱 还是得出其不意 制定好了作战策略 诗人随即开打 他掏出原住笔 帅气进攻 可没想到 长发反应更快 他一把攥住了诗人手腕 殊不知啊 这只是一招 掌眼法 只见啊 这诗人的左手迅速逃出手机 暴击长发倒壳 又一鼓作气 拿下旁边的花盆 再次重击长发 接着啊 这诗人反手一挥 花盆泥土 直接泥了长发手下眼睛 诗人右脚猛摔游戏桶 让小霸摔了个狗坑泥 然后再接一招 进展脱翼啊 直接蒙住了长发手下 随后涌入手一圈 而这时啊 长发的另一个手下 一脚踹到诗人 诗人再次出其不意 踹到对方脚踝 拉住对方的胳膊 就一招 鼓劲摔 战斗也迅速结束 诗人正准备离开现场 谁知道了就在这会儿啊 长发猛冲过来 直接给了诗人耗摔 这个暴摔力量太大 诗人一时没能站起 小霸便逮出机会 猛踹诗人腹部 嘴里不赶紧地骂着 那种东西 我要弄死你 然后小霸让小弟 摁住诗人的手臂 小霸才狠狠一脚 直接碰上了诗人手臂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一个人影突然重来 只见他踏了小弟国警 借着高度 袭击小霸的下巴 转身又是个回旋 KO了助纣威尼的小弟 阿浩如天兵一般降临的现场 他伸手拽起诗人 两人强强对决 跟长发一种开挡 不过啊 这些社会该溜藏 只会气软爬硬 全都朝诗人下手 只有长发队对了阿浩 诗人被围攻暴揍 笑话罢最喜欢以多欺少 他拿起了一个啤酒瓶 就要送诗人归西 而就在千军一霸之计 范石突然救诗人 一场混战 也就此结束 诗人跟阿浩范石 结下了革命友谊 变成了铁三角 诗人表示啊 自己早就知道了 也知道范石身不由己 自己并不责怪他 然而三人并不知道 他们惹上了一个狠角色 本集到此结束 本集是弱小英雄的 第一到第二集 本集问题 大家喜欢看这部剧吗 喜欢的扣三个一 不喜欢扣三个二 评论达到400条 不如就继续做下去 好了 本集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熊熊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